馬祖氣象站外 天空霧萌萌一片不止這裡 整個馬祖地區都被農物籠罩 一度影響航班起降 南北甘機場各取消一架次航班 約百名旅客收到影響 班機延誤大約兩到三小時 準備搭機的旅客 在後繼室上坐立南安 頻頻到櫃台詢問 中央氣象署30號晚上 發布農物特報 金門馬祖地區 亦有局部誤獲低雲影響能見度 尤其在馬祖凌晨出現 能見度不足兩百公尺的線上 30號因此取消三次航班 主要是因為高壓出海 武戰的觀測統計來講 二月到五月是農物的高峰 馬祖地區將迎來農物高峰 所幸航班在九點恢復起降 不過旅客搭機 還是要多加留意 記者 馬祖綜合報導 旅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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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